大家好,欢迎收看本期的历史百家。 在封建社会,有一种独特的纪念方式,就是年号,自从汉武帝开创了这个方式以后,历朝历代的皇帝,都会有自己的年号,有些皇帝的本名很少人知道,但是他的年号却很多人都知道。 比如大家熟悉的康熙、雍正、乾隆,都是皇帝的年号,年号一般用来表达皇帝的喜好,或者来粉饰皇帝的功绩。 比如太平新国这个年号,很明显就是希望天下太平,国家安康,这是宋太宗赵光义的年号。 又比如元兽,这是汉武帝的年号说的,是这一年汉武帝在一次狩猎时,获得一只一脚而足有五体的兽。 一般来说,每个皇帝的年号都是独特的,与其他的皇帝不同的,在确定年号的时候,皇帝,一般都会避开以前皇帝使用过的年号。 但是有这么一个皇帝,故意使用了前代皇帝的年号,这就是元代的元慧宗,也就是后来的元顺帝。 元慧宗登基之时,正值元朝统治末期,统治阶级腐朽不堪,各种社会矛盾频频爆发。 元慧宗掌握政权之后,听别人奉承说,自己的命运,将会像元氏祖忽必烈那样,大概他自己也对忽必烈的文治武功也很仰慕,于是决定采用忽必烈的年号支援,以此祈求自己的运势,能像忽必烈一样。 用年号来祈求国运转好,这么幼稚的事情,在当时就引起了轩然大波,很多大臣都认为,使用前代皇帝的年号不合适,并且,对于国家大事没有什么帮助,然而元慧宗并不理会大臣们的劝阻,坚持使用了忽必烈的年号。 大概是对改名字这件事情很有兴趣,元慧宗不仅改年号,还有改皇太后为太皇太后,要知道原本皇太后是指皇帝的母亲辈,太皇太后指的是皇帝的奶奶辈,这样一来就差着半儿,而且当时的皇太后,不是元慧宗的亲生母亲,是她的婶婶,如果这样改,就把她的婶婶叫成了奶奶。 这,这么明显的笑话,大臣们都极力地劝阻,可是元慧宗依然我行我素,把皇太后改成了太皇太后,让大臣们也都无语了。 有个笑话可能在很多地方都有,大概是说,每一个叫太平的地方,不一定都太平,说的就是单单从名字,称号上做文章,并不能解决问题,元慧宗虽然喜欢在名称上做文章,但是最终还是被朱元璋赶出中原,并赐她称号元顺帝,表彰她顺应天命,真是一种讽刺了。 жизнь时代ат CHRISTMAS 都是巨月的方元,把宗族变神主张提出童,并不能解决的话,有这么多元啊。 稍后来马来说bet哦,是找到两个星ra里的。 我知道……